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姑娘 她是全能老板娘 今天到这儿就是来找老板来了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来自松原长岭县的刘娜 我今天30岁 我的爱情仙演员是只身艺人干烧烤 做我的老板好不好 好 为啥灭我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关键是我本身吧 没有任何的娱乐和爱好 但是我喜欢听歌 但是我对舞蹈了 或者肢体的一些任何活动 我就是说跟不上你的节奏吧 激情四射 是 是 是啊 来看一下场上16个小伙子 对谁的感觉最好 选一种人 好 来看一下刘娜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我叫刘娜 今年30岁 来自松原长岭县 我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 葱买菜啊 穿串啊 前厅啊都是我一个人收银的 反正天天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 我吃住也都在店里 反正忙起来也方便了 住在店里 这就是我的房间 天天下班之后吧 我就在这儿睡 然后拔了凳子一偏 扑过小窗单 扑过电路子 然后我就在这儿了 还挺宽敞的 是不是 从小我爸我妈就没拿我当女孩养 就拿我当男孩养 有什么活就让我干什么活呢 收拾屋子啦 种地啦 掰包米啦 然后卖大葱 天天早上两点多就去 一天能卖一大四轮的葱 然后一百百捆 都是我自己凉秤了 往称秤装了 大小型我就要强 啥事都不用别人操心 然后别人干啥兴趣 我也不放心 我从来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 会撒娇 会说软话 关心别人也不会温柔 常常话到嘴边就变味了 我也是女人 也有害怕的时候 怕黑 怕打雷 怕不被别人理解 也会想要关怀 想被人捧在手心里 比起赚钱 我更希望找一个人 与我一起分担 互相关心 能看穿我的外表 懂我的 请好 崔俊强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崔俊强 今年31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学员是 烧口店的文艺小青年 找个温柔的姑娘 把手牵 现场观众这掌声是说 这俩行业对录 是吧 你看俩商货店 咱俩是同行啊 我想这个 同行 家里面都有啥特色呀 能不能分享一下 相关学习一下 我觉得应该你先说 不然的话我这也属于保密的 也是属于配方呀 对吧 还要是商业机密呀 我这个不问配方 就问的啥菜 你像我家就烧哥哥的出名 你家是在哪来着 崔俊强 在创业大街 大人发对面 你们家特色是啥呀 我们家特色像排骨串了 还有西区粉丝了 或者是干拔肉了 都挺好的 对 你看 俊强哥考你啊 如果要是真是你们俩牵手成功了 你觉得比套取他们家秘方更重要的一个事 是先替姑娘做个什么事呢 要是我的话 就先把她住的问题谢谢 我觉得这个 我肯定不能让你在店里面做 好 好 好啊 谢谢 谢谢 你听完这个就觉得特别温暖 好 来 四号 李静阳 就是我看你上来说是要找老板 我也要找老板娘 关注关注我 行 好的 好的 我关注下你